这件事真可以算是一件奇事 它发生在浙江东阳 在东阳啊 全城老少几乎有一个算一个 都爱吃一种奇怪的蛋 有人说你这蛋有啥稀奇的 不外乎就是鸡蛋 鸭蛋 鹅蛋 鹅蛋 鹅鹏蛋 鸽子蛋 就算是稀罕点 也就是个鸵鸟蛋 你怎么会吃恐龙蛋吧 我告诉你 要说这蛋呢 它就是普通的鸡蛋 但是它的做法 保准你想不到 这种蛋啊 是用铜子尿煮出来的 东阳城里上到九十九 下到刚快走 几乎全民都在吃这种 拿铜子尿煮出来的蛋 还有美其名叫铜子蛋 我们下来下来 我们下来 帮我们下来 跑了 好 一真的 你 这 能 meaning 我们下来 好好来 我们下来 来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说普通的茶叶蛋在东阳城里也就是五毛钱一个 可是经过铜子尿这么一煮 这铜尿蛋可就不得了了 身价能翻上一倍去 要是卖到省城更贵了 一个得四块钱 要说那锅就是一般的铁锅 蛋也就是一般的鸡蛋 为啥这价要涨了呢 那当然了 就因为这是铜子尿啊 您瞧啊 这就是制作铜尿蛋的厨房 厨房过道里摆满了收集好的铜子尿 据知情人说 这卖铜尿蛋活可不轻松 一般早上六点就得起床开始准备 生意火爆的时候一直能卖到晚上十点半 这溜溜的一天呢 伴随身边的 先别说别的 就这味儿一般人受得了吗 我吃的胃还是很大的 煮这个锅就没有了 现在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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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来 就拿到外面就很香 现在还没香 现在刚刚把你去烧焰 闻着块 做好了可香啊 按这位说的有点 有点这个北京臭豆腐的意思 闻着臭吃着香 据这位老板说呀 煮铜尿蛋要用小火 慢慢的炖 你要想入味啊 得持续十个小时 而且要反复加入新鲜的铜子尿 要不断的加 估计看到这儿呢 可能有的观众就都皱眉了 还十个小时还反复加 你说这东西它还能吃吗 我们一直在吃呀 怎么多少吃多少吃还要买 要把酿烧干 要把它放在房间放三遍 还要翻三遍 这样就烤锅了 小锅了小的这么一点小锅 再打锅 打锅放进去 现在还没有打锅 打锅放进去 放进去在那个小的 五六五个小时 那个小锅放进去 小锅拿一下好了呀 啥时候那些没有鲜的呀 也放下去再烤干 跟您说吧 不但能吃还疯抢呢 人家老板说了 您可别小看这一锅铜尿蛋啊 一天卖五百个不是问题 许多外地客人 你还得提前预订 煮多少吃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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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六百个啊 煮六百个 煮六百个 煮五百个 煮五百个 一天能卖完吗 煮五百个 声音好的话 一天也不煮五百个也不止 什么时候的声音是最好的 开学的时候最好呀 煮五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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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五百个